現在台積電又創下了768的 這個觸道新高架了 現在看起來護鍋神餐 八字頭正在倒數了 現在台積電勢不可擋 四月份全台要拼大擴產 當然囉 不只有日本的熊本心廠 台灣北中南 還要再蓋十座廠 現在各位觀眾朋友 你到日本去玩 看到街上的這些 不管是日本的AI司機 還是日本的AI機器人 全部通通都是靠我們的 台積電不然不會有這些AI的設備 然後聰哥要來告訴我們 這個神山八字頭在倒數了 是不是真的還會再觸到一個新高點 沒錯 實際上大家在討論說 台積電會不會碰到這個八字頭 甚至是台股有沒有碰到2萬點 我覺得都非常有可能 看到的這個機會 我們知道今天台積電 最高來到769 最後收盤收到這個760左右 大漲了25塊 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漲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這個外資的Morgan Stanley 他調高他的平等 把它調到目標價850塊 人家現在760 850 那還有空間對不對 尤其是他為什麼這樣算 我們到今年台積電的預估EPS 大概是40塊 他預估明年到後年 甚至後年2026 EPS上看55到60塊 所以說真的 還有再往上成長的動力 所以當然股價會往上漲 好 那麼今天它這個市值 快要來到20兆 但是昨天晚上其實 他在美股就已經出現大漲 因為反應外資調高 他這個平等的關係 那他目前為止 以這個全世界的市值來看的話 他也真的非常厲害 他目前是全世界 第十大市值的公司 贏過BROCAM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而且台積電跟李萊的差異 並不大 相差不遠了 搞不好過沒多久的時候 就有機會翻過他也不一定 所以事實上台積電的威力 真的相當強大 我們就講 其實今天除了台積電漲之外 你只要跟台積電沾上邊的 像我們知道很多投資人 都喜歡買ETF都在 所以ETF你只要是含積量大的 就是很有台積電的 譬如說像0050 他今天就收到152.3 漲了2.3% 裡面包括像星光半導體 中性關鍵半導體 富邦科技 照封台灣晶圓製造 還有野村台灣新科技50等等 含積量的 全部都出現一個大漲的狀況 好 我們就講 事實上未來 還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漲 當然有可能 因為NVIDIA目前為止 繼續再往上衝 不過事實上對台積電來說 有沒有隱憂 其實有一個隱憂 會拖它是誰 會拖住它就是蘋果公司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來對比NVIDIA跟這個蘋果 NVIDIA跟蘋果來說 今年NVIDIA是一直漲 蘋果是沒有漲 你看兩個的截然不同 一個是這個頻頻的往下掉 另外一個是一直往上衝 目前為止來說 NVIDIA的市值大概是2.2兆美金 蘋果市值是2.6兆 你就說搞不好過一陣子 NVIDIA在往上衝的時候 它就會超越這個蘋果公司 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值的公司 現在蘋果他也知道 我沒有AI大概會掛掉 所以到最近一段時間 庫克就已經把電動車停掉了 對不對 然後他要發展這個AI 甚至就說我們今年Siri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沒有用Siri Siri說就很難用 很傻 很笨對不對 他說今年Siri會特別的不一樣 不過他這樣說 但是最懂蘋果的郭敏祺就說 今年iPhone的銷售量下滑15% 他說如果沒有辦法推出 優於市場預期的生存式AI的服務來話 他認為說輝達市值會超越蘋果 我覺得這很有可能發生的 尤其是你看 目前為止蘋果就說 我們這個準備要推出一款 具有AI的相關手機 他退出這個MacBook Air對不對 然後把AI當成主軸 可是問題是M3晶片是去年就已經發表 所以你根本就 因為你軟體沒有任何變化 你硬體或許可以跑這些AI 但你軟體沒有更新來說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多的 所謂的亮眼的地方 所以才說 今年對庫克來講的話 怎麼用AI 可能是他最大的一個考驗 是 好 現在劇傳 現在各家都在搶什麼GPU 所以甲骨文的老闆跟馬斯克 有去找黃仁勳 勳哥吃飯 沒錯 事實上黃仁勳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大家求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所謂科技大佬 你看從微軟 OpenAI Google 然後什麼特斯拉 這個所謂的Meta這些 這些公司我要有AI的話 我要什麼 要晶片 晶片是誰 當然跟黃仁勳說 今天有甲骨文的老闆 這個創辦人艾利森就說 他跟伊隆馬斯克 一起請黃仁勳 到加州一家高級外 這個日本料理去吃飯 然後他說吃飯的過程裡面 他就說 這個艾利森 他也是世界的首富之一 千幾名的富翁 他說那場餐會裡面 他只有兩件事 一個是壽司給他吃 另外一個是求他 所以事實上你就知道 黃仁勳目前為止 在整個戲谷那邊的 這個身價是完全不一樣的 尤其是黃仁勳 有沒有可能再更厲害 當然有 我們要緊接下來的話 在3月18號到21號 有所謂的GTC大會 這個時候會公佈 更多新的產品 尤其是黃仁勳有透露說 目前為止 NVIDIA做一個全新的產品 他把它成為叫做AI工廠 這個台積電有用到 因為台積電曾經用過 這個黃仁勳的 這個所謂虛擬工廠 他在改進他的整個產能 利用率或是良率的時候 有非常大的幫助 這個未來會適用到 所有的工業 你就知道很多工廠 過去是什麼 大型資料服務中心在買 未來可能工廠都需要 所以這等於是 又讓黃仁勳的這個AI市場 打開一個新的商機 好 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黃仁勳的業績這麼好 這個台積電當然感受到 所以你看最近熊本廠開幕 然後在建造中還有這個 這個所謂美國廠 然後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的話 德國廠要建 這是海外布局 那在台灣它也是全力的 這個所謂充斥新產能 你看光是這個先進製程 寶山2奈米 這個是4月裝機 然後高雄的2奈米 如果現在高雄人的話 都期待這個2奈米趕快蓋出來 已經開始興建中了 然後這個先進封裝的 竹科 中科 南科都要擴建 然後還有嘉義 然後未來還有這個1奈米 還有所謂的8到10座 所以它事實上目前 未來的這個商機真的是 相當相當巨大的一個狀況 是 好 沒有說現在 只要提到台積電 就是我們的什麼驕傲 除了是我們的護國神山之外 也是拉抬日本的半導體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現在其實日本就形容了 台積電根本是什麼 當年黑船的事件 還形容台積電是黑船2.0 沒錯 這個黑船事件是什麼 是1852年的時候 美國的海軍培里 他去砲轟幕府 讓幕府開港的這樣一個狀況 結束鎖國的這個事件 讓日本整個接下來明治維新 步上不一樣的路 這一次他們把台積電 比喻成這個2.0 事實上台積電不是去 把他們強迫打開 而是說它帶來的一個效應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它會讓整個日本的半導體 完全活化 而且這個對日本來說話 比較有意思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需要台積電 我跟他講 日本現在是汽車業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第二 但是它的晶片要台積電幫它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日本舉國都在做什麼 我們知道日本這幾年老化非常嚴重 我幫觀眾朋友 如果你去日本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 你坐在車上的時候 坐計程車的時候 司機都是很老的 然後有些結帳 或是我們幫你餐廳服務的 都是很老的一些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缺工問題非常嚴重 工廠也沒有工人 所以現在日本舉國在研發什麼 我們要AI化 我們要無人化 這個是他們舉國在做的一件事 你要無人化 要AI化要幹什麼 你就要用到非常多的晶片 譬如說我們就講 這是日本的大阪王將餃子 大家都會去吃 它做了很多AI的檢測的 這個所謂測試儀 還有這個所謂保證生產的狀況 他們透過過去一段時間 收集到一些數據 他用這個鏡頭來這邊看 看到說我只要覺得這個議場 這個可能有問題 我就把它排除在外 而且他們這個還用非常高倍數的鏡頭 然後還加上他們過去說 你看很多就被丟掉了對不對 他就評估得出來 所以你知道 這就是因為他們生產線 不能夠有太多人 他們沒有人可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只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任何的地方都是這樣做 好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素食店 素食店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也要減少結帳的人數 結帳的人數怎麼結帳 他說你自己去櫃台前面 你就自己有一個姿勢機 類似姿勢機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你就直接用這個臉部 刷臉的這個方法 或是怎樣的方法 就能夠自動結帳的一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還有什麼 他們超市 超市來說他們也沒有結帳員 那怎麼辦 你後來就推一個這個 叫做智慧推車 你說這是怎麼樣 它上面就有一個自動結帳 你只要在這邊逼 逼 逼 然後就丟到下面去 丟到下面去之後 他可以幫你包裝起來 或者說你可以拿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包裝 就結帳完成的 這就是可以節省他們的效率 另外要包裝什麼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有很多這個賣場裡面 上面都有架非常多camera 架這麼多camera幹什麼 他們透過AI判斷的方式 我只要隨時知道說 目前為止這個補貨 我該補了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人工 他們只要確定這個該補 或是它會連動到什麼 現在的天氣 譬如說今天比較冷 那可能我看到這個 這個郭文東煮都沒了 那趕快多補這個 或是說要補什麼東西 這個都可以讓他們的 這個所謂無人化的環境裡面來說的話 或是讓日本人生活 可以獲得更多的益處 剛剛施中哥這樣講 形容了好多日本的AI設備 你知道嗎 背後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靠台積電 如果今天沒有台積電在背後 撐住他們的話 沒有給他們提供這些相關的設備 或者是晶片的話 他們做不出來 對 沒錯 所以現在包括很多日本的這些 比如說半導體的產業 也被納入日經指數 對 沒錯 就是說這次台積電去 為什麼是黑船2.0 因為等於是讓日本的 所謂半導體公司 全部都被看到 所以你看日經225 把一家索斯科技 另外叫迪斯科 他們兩家公司把它納進225 然後把這個所謂 過去什麼水泥公司 還有什麼金屬公司 還有生物公司把它踢掉 也說日本現在在進行一個什麼 換成是科技化的一個國家 好 那我們就講 這裡面有一家公司叫迪斯科 大家可能比較不了解 但是其實它是事實上非常厲害的 叫晶圓切割機的工廠 它真是做到世界第一 你看這一次 他們在這一次的所謂開幕儀式 裡面有展示這個 這個大家看熊本熊對不對 熊本熊 但你看好像很好 這個好像不難做 沒有 它這是很小很小的細菌 不好意思 我們是放了大 再放大才能看到這麼大的細菌 這麼大的熊本熊 你就知道這個難度是相當相當高 它用了非常多的切割技術 用了非常多的石科切割 然後做薄膜加工的技術 這是很難很難的 好 那為什麼它能做到這樣 因為它其實 這個我們媒體有去訪問它 它五年多前的時候 只有五千多塊日幣 它現在股價已經來到四萬七 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它做成的時候 它以前 我剛才說它是做晶圓的切割機 切割機就要用刀來切割對不對 所以它也不是說 它本業真的是跟這個相關 它在1937年成立的時候是大核 日本的大核號的戰艦 軍工廠旁邊要專門做磨刀的磨刀石 磨刀子出生的 對 所以它本來就是這樣出生的 後來就因為這個持續的轉型 持續的轉型之後 開始做相關的所謂磨成晶片的 這個所謂基台 那很多國家像美國的柯林 還跟它競爭 結果競爭到後來它覺得 我打不過你 因為你的技術真的比我太厲害了 你知道我們每一台這個晶圓裡面來說 都要所謂的晶圓切割機 那這就是日本的技術 日本有很多很好的技術 但是它沒有辦法生根 為什麼這個台積電 對他們很重要 台積電就像是一棵大樹 生根之後 他們才能把這個技術 繼續的成長茁壯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台積電 對日本來說是真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回到六天前 3月1號那天晚上 佐東府前這一名古姓上兵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位數總統府的211營 有沒有他被稱為天下第一營 對不對 一個古姓上兵 在在執勤的時候持槍 他就輕生對不對 那讓人家覺得說 總統府 今天這個士兵如果是心理問題 或是什麼其他的因素的話 他如果有怨念在裡面的話 我說真的 藍寶不會說他今天拿起來的 一個自動護槍 他不是往自己身上招呼 是往進出總統府的高官 甚至我們的元首招呼的話 事情不會怎麼樣 真的有可能 對 所以我就講說 這整個問題 為什麼要把它查清楚 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這不是因為說 我們今天要修理國防部 或者是什麼 限制部什麼東西 是因為他的關係至關重大 我們等一下再講說 最近國軍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好 限制部在第一個時間 他就告訴你說 211引這個古新士兵有沒有 我們現在依照什麼 財務 家庭 健康 情務 心理 這個五大面向進去調查 而且有郊遊司法偵辦調查 對不對 而且他還講說沒有 這個問題的話 現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很簡單的就是輕生 沒有其他的問題 可是經過這個限制部的說明之後 跟國防部說明之後 我跟你說 你不說不說 越說越吃爛 為什麼 大家看不下去了 你講那個什麼屁話的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就告訴你說 爆料者出來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事情你不可能 人多嘴閘 你怎麼可能會引概得下來 對不對 他現在有很多人爆料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211引現在是血汗兵營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現在211引的編制 本來應該有100多個人以上 對不對 現存的情況是什麼 只有60個人 人不夠 對 已經有勤務分給100多個人 100個人處理 現在只有60個人 就要分攤這些勤務 那勤務繁重 這是沒話講對不對 那一些勤務規定裡面說 站兩休六 什麼叫站兩休六 就是我每次站一次掃的話 正未掃的話 是兩個小時對不對 接下來我要休息四個 六個小時 那可是說實在話 他也規定說一天最多站三班 那個縣執部的發言人 那唐明德還講說 事前三天這個五姓上兵 他站的是什麼 兩班 三班 一班哨 所以很正常 沒有什麼東西 感恩 後來爆料者就講 現在211引 一天站四到五班哨 是正常的情況 對不對 超時工作 對嘛 你有沒有站兩休六 你像親才公公 超過一倍以上 現在是站四到站五 五個班哨 而且除了正哨之外 你還要什麼 附加勤務 你在休息時間 你要除了說 你要站背哨之外 副哨之外 現在很多東西 就是說你很多的業務 都要交由你 利用這個休息時間來處理 有哪些業務 你看現在爆料者又告訴你 除了站哨之外 還有行政工作 對不對 哪些行政工作 他們就講說 這個股心上兵在連上 是軍械協辦 軍械協辦就是 本來有兩個主辦 對不對 那你協辦 就負責處理這個 軍械管理業務 對不對 那可是主辦了 兩個士官有沒有 因為要受訓 對不對 受訓走了之後 他現在協辦 你都要把它打起來 對不對 那打起來 最近連上又在處理什麼 打靶訓練 打靶訓練 每天就要去射擊練習 射擊 回來之後 因為你是負責軍械對不對 對 機械業務 槍回來之後 打過之後你回來要幹什麼 擦槍 上流 保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接下來就很麻煩對不對 人家就講說你看 原本站照時間 2點到4點就走對不對 你1點半就要準備了 你不是說2點到的時候 我2點就是站在那邊 問題是你的服裝整裝 事前準備 事前準備就要開始了對不對 你下燒之後 你總不能穿著那個簡身的軍服 甲旗服有沒有 軍服有沒有 看起來很標題的那種衣服有沒有 躺在床上就睡覺 你的槍械一定要歸還軍械褲對不對 所以回去你看下燒4點半 走回營區對不對 你本來講說 好啦 早上你4點開始準備休息 4到8點站2休士好了 好 站個下燒2個小時 休4個小時 問題是你上下下燒之後 你要開始進行業務處理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軍械協辦 你要負責槍支保養什麼東西有沒有 所以很多人都利用這段時間 他做我的手上的任務交付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在講 事發之前 大家凌晨在上燒的時候 凌晨 上燒之前就看到說 那個古興士兵還在忙他的業務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就是工作任務 其實第一個 人力不夠 已經講了 本來應該100個人 你只有60個人 明顯人力不足 再者時間的分配 除了本來要佔照之外 我還有行政業務要做 你這樣子看起來 好 那有 搞不好這些都是怎麼樣 爆料者有可能不是真的 難道有人說漏嘴間接證實 這件事情有可能真的發生嗎 我是覺得今天有人知情人士 或者爆料人士出來講到 而且聽說 因為這個古興上兵的話 因為之前他有BMI過重 對 竟然有長官就刀他 你做賢兵你的BMI 為什麼過重呢對不對 表示你是不是太過於安逸 或怎麼樣 軍中這個處分 或者是什麼整人的事情 常常屢見不鮮 那到底是不是 你應該去查清楚嘛對不對 那現在呢 唐明德又出來講話 他都很怕小朋友 站三班上完後 認為下掃就是自己的時間 不該做其他事情 對不對 他說國軍教責第一條的任務 其他行政工作 視為負擔多於 我們每天執勤補修完 還要做業務工作對不對 那就間接證實了 就正式告訴你嘛 這些業務工作的話 你不利用你自己的時間 去處理的話 那怎麼說處理 對 我沒事給你處理 這個憲兵為什麼壓力大 因為這些憲兵的話 每天站在這個總統府大門口 對不對 你要先看清楚說 竟然出路的高級官員 他的坐車 遠遠你才記得 這個車號是誰的車 對不對 而且還記連孔 今天這個是什麼 當然行政院長那個部會所長 當然比較好記 可是其他官員 還是要記對不對 甚至無線電呼叫器的呼號 是 頻率呼號 你都要記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 總統府那個頻率 不可能每天都用同樣的呼號 那很容易被人家入侵 所以三天兩頭 今天早上起來就告訴你 今天呼號改哪一個 你要記得 你不可以跟他罰錯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裡面的壓力就很大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的國軍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十天之內 發生四起那個輕生案件 太頻繁了 對 二月二十六號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的學生 學校的學生 學院學生 他到時候學校外面投訴 一個高雄的商旅之後 他就不回去了 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倒臥在地上了對不對 接下來三月一號 就我們剛剛講的 古清上兵 走二 兩腰一贏的 三月二號 陸軍航空第六零二旅有沒有 造型架式 這都是戰鬥部隊 是 這些航空旅不簡單 你看在產業大陸上也是在 樹林中民間死亡對不對 接下來三月六號 這個是什麼 兵工發展整備中心的 五化翻修廠 那個潘信夏斯 有沒有 他也是跟家屬講說 他可能有一些 對不起大家那個什麼 負面的說辭之後就開始失聯 被找到的時候 就在奇奇藍合院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十天之內 市民均能輕生 更誇張的是 上個月二十八號 包括我們國防部的科研單位 有沒有 中山科學院 竟然有兩個人 昨天上午跟上個月二十八號 有兩名 墜樓輕生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十天之內 六名軍人就要上升 國防部長邱國正講什麼 有些人抗壓性比較低 不能怪他們 不能怪他們 那你講這個幹什麼 對啊 抗壓性低 你就要找出原因在哪裡 我們的心腹工作 是不是出了問題 是 對不對 接下來還要面對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現在大家講說空軍 空軍因為對岸 現在常常都什麼 故意侵擾海峽中線 前幾天飛機還飛到我們距離 基隆只有四十幾海里的地方 那很近的 那淡水的話 基隆四十幾海里 離淡水是不是只有二十幾海里 二十幾海里 到第二天再去高點 這段時間你要開始 因應各式的跨職業戰鬥飛行 是 對 那你說戰鬥飛行怎麼辦 我說人家 之前人家講說 老共就是想把你的空軍搞垮 為什麼搞垮 飛行員去飛行一個小時 要準備五個小時 前置作業時間很長 對啊 前面的任務提示 叫你要注意什麼 你要著裝戰鬥服 不簡單 不是說隨便穿一穿 地面滑行 這些東西加一加就兩個小時去掉 飛完之後下來 你戰鬥員 戰鬥機那個飛行員 可能就可以去休息 可是機攻員 他要開始檢查飛機 氧氣 抑壓油 或者其他的那個什麼滑油 當然沒有飛機 飛起來之後問題很大 所以你看壓力這麼大 現在怎麼樣 之前這個空軍前司令 副司令張元廷就講 當初簽了五年現役飛行獎金 是從2019年簽的 2019年到今年是什麼 剛好啊 對 一千五年嘛 對不對 二零二十九了 跟天天內地 這個獎金 飛行獎金 他不是一直領 你今天在軍中 你可能要去什麼 什麼空軍士兵部 國防部 或調職或幹什麼 而且上一些什麼 什麼軍訓參謀總部學院 去深造對不對 那這些去了之後 你就不能領這些獎金 所以人家講說中校領得最多 上校反而領得更少 所以我升官幹什麼 直接到了外面的那個 民航公司有沒有 一直跟你招手 趕來趕來 你如果沒心照 做機長 對 不急走不行 等到你晚一點的話 搞不好你去當的時候 飛行的時候 你的學弟都在當機長 你還在當副機師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到年底空軍可能面臨 另一波的飛行員短缺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種種加起來 國防部你要怎麼因應 政界 商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懸案 風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